你可知道 这军武一族 和暗夜幽艇之间的渊源吗 多年前 妖兽横行 百姓民不聊生 那时 一个男人站了出来 引领四大门派围剿妖兽 经历了旷日持久的战斗 终于将作乱的妖兽 全部消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您是说 军武学院的创始人 墨九州 正是 他是前缘大陆 悠长历史之中 唯一一个 修炼成灵仙之阶 最接近于 飞升成仙之人 可是我听说 他在修炼成仙的过程中 失败了 直到最后灰飞烟灭 墨九州并非修炼失败 而是在最关键的时刻 被人打断了 是谁 君武圣君 你不能接受这个事实 也很正常 毕竟有谁会想到 如今 君武一族的圣君 整个前缘大陆的统治者 居然会做出这样的事 怎么会这样 当年 慕九州选了两位 接替自己 治理前缘大陆的人选 一个是当今圣君 而另一个 便是暗夜幽庭的魔尊 慕九州聪明一世 却在这件事上看错了人 君武圣君 靠着自己伪善的面目 成了前缘大陆的统治者 他整整装了十年的好人 却在慕九州 飞升之际动了手脚 这些事情 怎么都和我从小知道的 不一样呢 圣君 圣君他怎么会 所谓正邪 都是胜利者定义的 君武一族 不一定就是正 暗夜幽庭 也不一定就是邪 那君殿下他 君领渊是他的孩子 但他总有一天会知道 这残酷的过去 不过我相信 他一定会和你一样 做出正确的选择 这也是我 为何要一直 撮合你们的原因 清卵 如今圣子被凤武蛊惑 只有你 才能唤醒他 小女定不负使命 就算拼尽全力 也会除去凤武 宠武为道